12月9号 中国大陆第三架国产C919大型客机 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 落地上海红桥 风风光光正式交付 东方航空喜迎新客机的同时 飞安问题却再度亮起红灯 乘客用手机记录 记忆下方正不断排放不明一体 看的人心驾驾 东方航空9号上午MU533航班 原本要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往英国伦敦 结果出现机械故障 为了安全着陆 在降落过程中采取了放油减重措施 幸好及时发现没发生重大意外 东方航空返航上海浦东机场后 换了飞机重新起飞 不过这已经是一周内二度出包 12月3号 上海洪桥出发至香港的东方航空MU721航班 因为飞机左侧引擎严重损坏 迫降厦门高崎机场 虽然这两次出包都是空中巴士的机型 但大陆国航的飞航安全再度受到外界重视 从机舱内向外看去 机翼不时冒出火花 在高空黑夜中格外触目惊心 一家俄罗斯S7航空公司 预计飞往莫斯科的波音737克7起飞后 两台发动机出现故障 信号紧急迫降新西伯利亚 包括机组人员和乘客在内的176人 无人伤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